终于到了我们这个最后一个数据结构 JS的一个图的一个代码的演示 以及图概念的讲解了 其实从之前我们的学习来看呢 我们的学的数据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D类是什么呢 是相对基础的一种 一种数据结构 希望应该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对吧 比如说站 对列 对吧 集合等等 这些数据结构都非常的基本 对吧 比如说可能是计算机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数据结构 但后面我们学的数据结构跟图结构呢 他们就相对于这些基本的数据结构来说呢 会稍微的高级一点 为什么他们高级呢 比如说这些数跟图的这两种数据结构呢 都已经是用于做我们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程序 是用这种数据结构来制作的 比如说HTML对吧 就是一个数据结构的一个例子 TML 这相对于我们的什么计算机底层的什么函数的调用啊 然后呢变量的声明啊 这种非常底层的东西来说呢 已经相对是高级的了 然后更别说咱们这个图结构了 咱们这个图结构我们之前在导论里面说过了 我们是可以用来做什么 做地图 对不对 可以用来做地图 另外一个呢可以用来做社交网络 然后呢我们这节课就是从这个图结构的一些概念出发 然后呢我们用JS去实现一个JS的图结构 然后呢主要是跟数据结构一样啊 第一个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生成一个图 对吧 比如这是一个图的例子 它们之间呢会有一些链接是一种二维的结构 对吧 然后呢数结构呢是相对简单 在于它是一个单向的结构 对吧 比如说你从这开始找对吧 你要便利它全部的点呢 只要顺着这个节点往下便利就可以了 但对于图结构来说你还能这么便利吗 比如说这个你可以这么便利对不对 可以这么便利 那对图结构呢 比如说你从这开始便利 你可能到这之后你得折回来对吧 再到这 那么可能到这时候你又得折回来便利这个 又得再折回来便利这个便利这个 那怎么去便利一个图的结构呢 是咱们一个 这节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对吧 第一个点呢是怎么去实现图结构 第二个点呢是如何去便利 或者说操作什么这个图结构 然后第三个点呢 是获取图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最短路径 最短路径 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这里是北京对吧 这里是 这里是北京 这是广东 你怎么在北京去到广东的路径最短 对吧 当然你说你可以走这里也行 那么怎么去寻求 寻求它的最短路径 是咱们需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好 首先啊 在我们的代码开始之前 对吧 还是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图是一种计算机中使用广泛的一种结构 比如说表示我们的一个社交网络 对不对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用一个图表示一个用户 比如说这个小红 对不对 他认识很多男性的一些其他用户 对不对 阿琪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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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认识这些人 然后呢他唯一的女性朋友呢是小方 对吧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同志想认识小方的话 那么通过小红是认识他最好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说开个玩笑啊 当然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对吧 有些女生的异性缘比较好 对吧 有些女生的比较高冷 认识男生比较少 是很正常的 那么我们在 如果你想设计一个 大型的一个程序 一个系统 不应该说程序 大型的系统 那么你怎么去表示用户之间的关系呢 对吧 那么你就毫无疑问的要使用图这种结构了 这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类似QQ的东西 对吧 那么你就必须要了解图这种结构 才能做好QQ这种转件 以及他类似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 还有一个例子地图的例子 咱们在导论里面说过了 对吧 在这里呢就不会再重复再说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图结构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吧 其实要介绍的概念 我想介绍的就只有那么一点 因为我不想象咱们的课编的很复杂 关于图的一些知识点 对吧 以及图的一些算法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这一个东西 可以单独的出一本书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 所以呢咱们会重简一点 去挑它的一些相对于基础 以及重要的一些概念去讲解 这里讲解的概念是两个 第一个叫有象图 第二个叫无象图 有象图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对于A来说 对吧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车道叫什么 叫单行道 单行道特点是什么 只能走一边对不对 不能逆着走 那么同样的呢 在有象图里面 它图跟图之间的连接 可能是单向的 也有可能是双向的 比如说A到B 就是一个单向的 同样的B就不能回到A 对吧 这是一个单向的图 那对A跟D的关系呢 它们之间是互相的 是双向的 这种呢叫双向的 对吧 然后另外一种图呢 叫无象图 就是说图跟图之间 只要是连接都可以连通的 对吧 只负责它们的连通关系 并不负责 并不负责它们之间的这种 有象的一种关系 所以呢 我们这一刻实现的基础呢 是一个无象图 因为考虑到有象图 无论是在便利 还是实现上 难度都会比这个无象图 稍微高一点 所以呢 咱们会从这个无象图入手 然后呢 你可以自行去实现一下 这个有象图 相信我 它们之间的差别 不会特别的难 因为我们实现了 这个无象图结构之后 会发现 只是把其中的代码 减掉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那么简单 OK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计算机 或者在数学里面 我们怎么去表示 一个图的一个结构 第一种表示的方式 叫做 临接矩阵 矩阵大家应该都理解吧 就是一个 N N乘M的一个 一个数据的集合 对不对 比如说 二乘二的 你可以这么表示 一二三四 这么一种东西叫矩阵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 以这个图为例子 咱们可以使用 临接矩阵 去表示 它们的连接关系 而且注意啊 我们这里是一个 无象图 对吧 是没有方向的 好 那怎么表示呢 对这个矩阵来说 我们先 在这写上ABCDEF 对吧 这里呢 也是ABCDEF 那么我们先看 第一个 A它连接了哪个点 它连接了 BBCD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A这个点来说 看这一行啊 对于A这个点 它连接了什么 连接了 B写为1 连接了C写为1 连接了D写为1 那么EF呢 明显跟它是没有 直接相连的 那这两个呢 就写为0 OK 就是这么一种 表达的概念 然后呢 再继续 对吧 对于这个B来说 对吧 对这个B来说 它连接了什么 它连接了A 连接了E 连接了F 对吧 CD跟它不相连 那么对于它来说呢 AEF写1 然后呢 CD写0 对吧 当然呢 这条线永远 肯定是0 对不对 因为一个点 它自己 是没有任何的 这种连接关系的 这条线永远是0 然后呢 对于C也是 那么对于C 它连接了哪两个呢 它连接了一个A 一个D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AD写为1 其他呢 都写为0 这就是 临接矩阵 用于表达图的 一种方式 对吧 通过 我们可以 把这个 图结构 转化为 这个临接矩阵 同样呢 也可以反向的 把这临接矩阵 转化为一个图的 这种一种表示 对吧 这种呢 更为直观一点 对吧 但是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呢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存储 OK 这是一个 临接矩阵的表达方式 它这种表达方式 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非常浪费计算机内存 对不对 非常浪费计算机内存 因为 这个图里面 有太多的0了 太多的0了 可以说这个图 基本一半是0 对不对 当然 如果它在 它们之间连接更少的话 那么0可能会更多 那么我们 需要的只是1而已 对吧 我们不需要0 就我们只要A跟B连接的时候 确定它们是1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浪费计算机的内存 那么第二点呢 添加和删除点 非常的麻烦 这也是另外一个点 比如说你要删除 A跟C间的连接 那怎么办呢 首先你要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 再把对应的这个删掉 对不对 那它的复杂度呢 就稍微高了一点 这是0阶矩阵的一些缺点 那么0阶矩阵 有个优点 我觉得就是相对于人类来说 对吧 它的这个表达还算是 比较严谨 对吧 人类 像还是比较严谨 那么它同样 这是一个无向图 对不对 那如果表现的是 表现的是有向图呢 它同样可以表示 比如说 假设A跟D之间是单向的 单向的A指向D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考虑 A可以指向D 这个写为1 那么D指向A呢 就写为0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可以表示一个 有向图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吧 但是呢 这里需要你自己去试一下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一刻主要讲的是无向图 这种表达方式的缺点 大家也看到了 它两个缺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它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呢 叫临界表 对吧 这个大家一看就会感觉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临界表 是怎么去 表示这个图结构的 首先对于点A来说 它相邻的点是什么 是B C D 对不对 OK 我们就把BCD 这三个点记下来 那么对于B来说呢 它连接了A E F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AEF连接起来 对不对 然后对于点C来说呢 对吧 它连接点是什么 AD 对吧 那么就把AD给记录下来 同样的 以下都是对吧 以下都是 那么这种表达方式 明显相对于刚才的矩阵来说 是什么样 明显是节省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存 对不对 而且呢 更加的简洁明了 所以这节课 我们使用的表达方式呢 就选择这个临界表来表达 OK 当然呢 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用临界的这个矩阵去表达 对吧 它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本节课的第一个重点要来了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怎么去表示 表示图结构对不对 表示图结构 我们现在选中了我们的方案 是用这个临界表来表示 OK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首先把我们全部的点击下来 对吧 然后呢 去记录点跟点之间的连接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序要怎么去实现 对于我们这个临界表的 这种图的表示来说呢 首先 我们第一步 是要把全部的顶点添加上来 对吧 ABCDEF 全部添加进来 就以刚才的例子来说 应该怎么办 先把A添加进来 B对吧 C D E F 都添加进来 然后呢 去添加到他们的连接关系 比如说对A我们要添加什么 要添加BCD 对B呢 我们要添加AEF 对C呢 我们要添加这个AD 对D呢 我们要添加AC 对吧 这样呢 先添加顶点 再去添加顶点之间的边 这是咱们这么一个实现的一个方式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要怎么去实现 看这个代码 我们要实现这个 这个图呢 它的类叫做Graph 对吧 Graph 这是一个图的一个英文 然后我们要实现两个 内部的私有变量去存储 这么一个顶点的边 就像我们的 链表 还记得吗 链表我们存储了一个什么 存储了一个head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另外一个 数结构 必须存储一个root 对吧 这些都必须要存储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表来说呢 同样我们要存储这个顶点 对吧 第一个存储顶点 第一个呢 存储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者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首先对于我们的顶点来说 我们的顶点里面 使用的是宿主 对吧 比如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A B C D E F 这些顶点的话 那么我们考虑到一个 我们可能要便利它 那么用数主来存储 是最为合适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存储顶点之间的边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A的顶点 它的边缘会通向哪里 会通向B C D 所以呢最终 这个边的存储呢 它存储会是这样的 比如说ADJ List 它会等于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呢 比如说这一项A 对吧 表示了 连接了一个数主 数主里面 是它指向的 其他的一些顶点 比如说它指向了B 指向了C 指向了D OK 是这么一种表达的方式 那么 它们之间对应关系在哪呢 如果我们想访问某个顶点 考虑一个问题啊 访问某个顶点 的边 应该怎么去访问 比如说我要访问顶点A的边 应该怎么去访问 应该 用这种方式去访问 注意看啊 应该写 因为这里你要是不懂的话 后面会混淆 应该写ADJ List 因为这里是存储了我们全部的边的 对不对 那么去访问它的某一个顶点 对应的边 是写Vertices Vertices 对吧 多少呢 0 因为我们第0项是不是就是A 对不对 然后呢这里我们说了Vertice 0是什么 是哪一项 是A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访问到了 这么去表达的话就访问到了这一项 对不对 就获取到它全部的边了 指向了B 指向了C 指向了D OK 这是咱们一种存储的方式 对吧 因为考虑到咱们实际要便利的一种情况 接下来这里呢还是一个解释对吧 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在便利的时候呢 需要对这两种存储方式非常的熟悉 第一个Vertices 以竖主形式存储每个顶点 比如说这里呢 把A B C D E F 这些顶点呢全部存储进来了 就是竖主方式对吧 然后呢 ADJ List 以对象的形式存储 每个顶点包含的边 比如说顶点A包含了哪个边呢 包含了B C D 三个边 OK 以一个竖主的方式对吧 那B包含了哪个呢 包含了A E F 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它们表示出来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问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么一种方式表达呢 比如说 我实现一个类对吧 比如说叫Node类 它 包含了自己的 content 包含了自己的内容 以及呢 包含了它的边 它指向别人的边 那么能不能用这种方式 去作为咱们图结构的一种表示呢 对吧 那这种方式会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 但在这里说呢 有点 太过于复杂了 这里呢 你可以继续尝试一下 用这种 面相对象的方式 去实现一个图结构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问题所在 好 现在我们 这两个变量啊 一定要理解清楚 一个变量呢 是以竖主的形式存储每个顶点 另外一个变量呢 ADJList呢 是存储边的对吧 以对象的形式存储每个顶点 包含的边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基础的结构 先实现一下 打开我们的老朋友 VSCode 当然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比较快的 可能第一天就已经看到这里了 对吧 那就相当厉害了 好 然后把之前数据结构的代码非常的多对吧 然后把数据结构的先删掉 然后呢 现在咱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把这个窗口放大点 新建一个文件 图.js OK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把这个数的注释掉 然后呢 去引入图的这个文件 好 首先 我们来实现这个类 vargraph 等于function对吧 实现一个类 OK 实现这个类 首先我们说了 第一个 存储 顶点的 顶点 是哪个呢 是这个变量 var 一个私有的对吧 一个私有的变量 varvertices 等于一个数主 用数主存储 然后呢 存储边的呢 诶 存储边的呢 使用这个 adjlist 等于一个对象 对吧 用这个来存储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实现一个方法 因为这两个存储 都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接下来实现 第一个 方法是添加顶点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添加 边 为什么要实现 这两个方法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说过了 我们这个临界表的实现方式是怎么样的 是 先添加顶点 把顶点添加完之后 然后呢 去考虑他们之间的 这种连接的方式 OK 考虑他们之间连接的边 对吧 那么我们呢 要实现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添加顶点 第二个是添加边 而且呢 注意这两个方法 必须是向外暴露的 对吧 不然呢 谁也没有办法操作这个图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的实现 OK 看一下这个方法的实现 在这里呢 是一个代码的示范 这两个变量 相信大家都已经理解了 对吧 一个是存储顶点的数主 一个是存储边的一个对象 首先第一个方法 add vertex 这个呢 是添加顶点的 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添加顶点 首先 我们这个顶点的变量 是这个vertis 对不对 那么你要添加顶点的话 自然是把我们这个顶点 push 到这个 这个数珠里面 对吧 然后 这个同时呢 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给这个边 对吧 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a 可以吧 添加a这个点 那么首先 它添加到这个顶点列表里面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边里面 同样要有对应的 a对应的边 比如说bcd 对不对 假设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初始化 初始化为什么 adj 以这个例子为例 adjlist list什么呢 adjlist a 等于空数主 就是我们即将要存储 这么一个 它的一些边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只是一个初始化 以添加完顶点 那么以这个为例 以这个为例 这里呢 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先初始化了一个图结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添加了三个顶点 abc 那么这一步相当于做了什么呢 首先 我们给我们的顶点列表 去添加了a 这个顶点 对吧 比如这一行 添加了a这个顶点 然后呢 对应的adjlist 就边缘列表里面呢 添加了a 即将要创建的 创要连接的边缘 对不对 当然现在初始化为空数主 那么在我们临界表里面表示呢 就是这样的 abc添加完了 但是呢 这些 它们对应的一些边呢 还没有添加 那添加完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abcd 对不对 那么待会儿呢 我们会添加这个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添加边的方法 然后第二个呢 是添加顶点的方法 说错了 刚才的是添加顶点的方法 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例子 把abc 对吧 添加了abc三个顶点 这个例子里面 ok 添加了abc三个顶点 对吧 然后呢 每个顶点对应的边呢 现在都是一个空数主 对吧 还没有添加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实现的第二个方法呢 是添加边缘 添加边缘怎么添加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要求传入两个参数 a跟b 然后呢 adjlist a.pushb adjlist b.pusha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 a跟b的边缘 就这条边 那么我们应该把a这个 这个传进来 ok 把a作为a 把b作为b对吧 然后adjlist a是什么 现在 就是 呃 这个边的这个 对象里面存储的 a这个数据 对不对 就相当于这里 list a 这个数主 pushb呢 就是把b放进来 对吧 把b放进来了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创建了 a跟b之间的连接 那么同样 我因为我们实现的是一个 无像图 那么你在实现 a跟b的连接的时候呢 同时也要实现 b跟a的连接 对吧 a跟b连接 跟b跟a的连接同像了 那么同样呢 意思是说 要给 b对应的边缘 添加一个a进去 对吧 那怎么添加呢 同样 这个代码是 adjlist b.pusha ok 那么 那么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 描述起来 会有点复杂 对不对 因为它不像之前的代码 那么好理解 它是将这个 顶点跟边缘 分开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能很难 难点在于 这一行代码的阅读 adjlist a 是什么意思 对吧 那我们待会呢 以这个代码来示范一下 首先添加顶点 对吧 add vertex 等于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个顶点的名字添加进来 nam 叫v吧 对吧 然后呢 添加 这是一个存储顶点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那么自然呢 要把这个顶点存储到这个存储顶点数字里面 votex点push v ok push v ok这点就完成了吗 还没有完成 对不对 因为我们 要怎么办 这个边缘是怎么顺畜的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先把大码写完 对吧 adjlist v 等于通书组 ok第二步呢 是添加边 是add 呃 什么来着 add 对吧 等于function 那么创建a跟b之间的链接 那么这时候呢 adjlist a.push b 然后呢 adjlist b.push a 对吧 这么一个代码实现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写几行测试代码试一下 呃 新建一个图结构 然后呢 第一个添加 先添加两个顶点 添加a顶点 然后呢 添加b顶点 ok 最后呢 添加a跟b之间的边缘 怎么写呢 g.add addage a和b ok 添加a跟b的边缘 那么你看这几行代码分别做了什么事情 首先 从我们的图的结构去考虑它 从图结构去考虑它 首先我们添加两个顶点 a跟b 对不对 a和b 然后呢创建了a跟b之间的链接 就是实现了这么一条线 对不对 那么 就那么多了 在图结构来说咱们就实现那么多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 咱们实际实现的一个效果呢 是一个临界表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我们这个表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添加了顶点a 对吧 然后呢添加了顶点b ok 添加了a添加了b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干嘛呢 添加边缘a跟b的边缘 这什么意思呢 adjlist a 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 adjlist a 就说现在adj它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一步初始化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传进来a的时候 初始化的时候是这样的 adjlist list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呢 变成一个对象对不对 然后呢里面的a 是它的键 然后呢它存储了一个数主 是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这行代码 然后下一步我们在执行 adjlist a的时候 那我们传进来的这个小a是什么 是咱们大a这个顶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访问这一项的时候 实际上是访问的哪一项 是这一个 对吧 adjlist a 就是adjlist a 这个言语上无法区分啊 但注意它们的大小写 然后呢 它现在访问的是一个数主 然后呢通过这个数主 去push 添加b顶点的方式 把b添加进来 对吧 那么相当于建立了a跟b的连接 那么在表里面的体现呢 是这样 那同样 我们在添加b顶点的时候呢 也制作了一个 另外一个数字对吧 b顶点的连接数主 对吧 用这个数主表示它连接的边 那么在这里呢 同样的步骤 adjlist b 对吧 咱们这b传进来的是这个大b 对吧 然后呢 adjlist b对应的呢 是这个数主 然后呢 这个数主再去 啊 这个数主 再去添加了 a这个链接 对吧 将来把a放到这里来 那么在我们连接表里面 直直观的表示呢 就是这样 这时候就是我们创建表连接的一种方式 ok 我们把这个顶点跟边分开存储了 对不对 这一点呢 呃 对大家来说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混淆 对吧 会有那么一点头疼 容易容易看不懂这两行代码 对吧 但仔细的读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呃 总不能说的 你你 总不能说啊 你说加上就加上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打印方法 把咱们这个图打印出来看一下 到底对不对 ok 首先啊 注意啊 这不是wad对吧 这是this 点 add对吧 this 要因为要向外暴露的方法 然后呢 this点 我们时间打印法 print 等于function 那怎么打印呢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事情 就把我们现在 现在存储顶点里面是什么样的 它里面有两项 现在一个是a对不对 一个是b 没问题吧 因为我们这里添加advertice里面呢 就把a跟b添加到这个变量里面来对吧 然后现在adjlist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存储了一项a 对吧 是它的一些临界表b 然后呢 存储了一个b 是它的临界表a 是不是 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结构转化成什么呢 转化成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临界表 比如说这样 a b b a 对吧 比如说再多点是b c d a e f 转化成这样的结构 方便我们直观的去查看咱们的代码对不对 OK 把这样的结构转化成这样的结构 那怎么去转化呢 首先我们要定一个字符算ys等于对吧 从这个开始 有些人可能是想这个-n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换行的一个字符在咱们控制台里面 OK 好了 首先我们要打印一个临界表的话 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存储顶点入手对不对 然后从存储顶点入手的话就应该这样 for v i 等于零 咱们要打印每一个点对应的边对吧 i 小于 vertice 点 less i 加加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这时候 v 点 这个顶点 顶点等于什么呢 这个i就是它的顶点对不对 这个vertice di 项 就是咱们现在获取到这个顶点 比如说现在咱们获取到顶点是a 然后接下来怎么去看它的边呢 哇边等于什么 adj list对应的顶点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对象的这种方式 然后呢咱们再便利它的每一个边 for v go 等于零 go 小于 边点 less 对吧 然后 我们怎么怎么去打印它呢 嗯 比如说咱们这样啊 咱们第一步先把这个点加进来 s 加等 对吧 点 顶点 啊 加上一个箭头 ok 然后在这里呢 再加上每个边 s 加等 这个 什么呢 再加上把咱们的边上去了 边的 d 勾向 d勾向 ok 这里呢通过两种循环呢 会把它全部打印出来 然后最后呢 再对这个 s呢执行一个换行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效果了 好吧 现在咱们理想打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呢 咱们打印出来理想的样子是这样的 是a对吧 连接了b b呢 b呢连接了a 或者说更加直观的说应该是这样 a 指向它的表b 然后呢 b指向它的边缘a 对吧 a指向它边缘b b指向它边缘a 咱们去试一下 对吧 这个文件 呃 g是咱们实现图结构 然后呢 它有个print的方法 咱们去试一下 忘了一点对吧 忘了去s取离完之后 最后咱们应该console log一下s 对吧 把它打印到控制台里面 clean 师傅咱们实现了 a指向b b指向a 这么一个效果了 OK 咱们再去添加多一点顶点 以及多一点边 现在我们要添加顶点 abcdef cdef 把这个定点添加进来 对不对 然后咱们看看咱们这个例子里面 它的边缘是怎么样的 a的边缘呢 啊 a跟b有边缘 a跟c有边缘 然后呢 a跟d有边缘 然后呢 下一个c和d有边缘 然后下一个呢 是b和e有边缘 然后再下一个呢 是f和b有边缘 对不对 因为咱们是一个双向表 所以呢 它们的顺序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们对应的是哪条边 add adage ab的时候添加哪条边 添加这一条对不对 然后呢ac呢 添加这一条 ad添加这一条 cd添加这一条 然后呢be添加这一条 然后呢fb添加这一条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打印出来临界矩阵 应该是咱们的例子里面一样的临界矩阵 是这样的啊 不是临界矩阵的 那咱们打印出来临界表对吧 应该是跟例子里面一样的临界表 ok 咱们看一下 打印出来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 a临界了bcd 那b临界了aef 然后呢c临界了ad d临界了ac e临界了b f临界了b 没有错吗 这就是咱们 啊用一个打印的方法对吧 把这个表给打印出来 确定咱们的图结构是没错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啊 实现了这个图结构之后 就要去考虑怎么去便利它 以及去寻求它最短路径了 比如说我们要从d 到f的话 怎么样才最短路径呢 是d先到a再到b再到f 对吧 那么你走c也是另外一条路径 但最短的呢是dabf ok 好 一定要把这一块代码啊 看懂了 怎么去存储顶点 怎么去存储边 以及实现它们连接的